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 三伏有初伏、中伏和末伏之分 它的日期是由24节气和甘之即日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入伏后,全国多地将会进入持续高温模式 每年入伏的时间不固定,中伏的长短也不相同 需要查历数计算 简单的可以用下至三更这四字口诀来表示入伏的日期 即从下之后第三个更日算起 初伏为十天、中伏为十天或二十天、末伏为十天 三伏天来了,你是否会感觉到口干舌燥 困乏无力、体重上升、皮肤干燥臊痒 也可能头脸油腻、浑身没有精神 稍微多吃点东西就会未难受 大便干燥、肚子胀 如果你确定身体没有其他疾病 那最大的可能是 你体内湿气太重了 三伏天虽然会让你体内的湿气加重 但三伏天恰恰是一年中调理湿气的最佳时期 要想知道自己是否湿气重 只需要看两个简单的信号 一、看舌头 如果你发现舌太厚腻 上面像铺了一层类似苔藓一样的东西 倘若常年如此 那说明你体内湿气相当严重了 此时 舌头还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 边缘有锯齿 这是水湿太重 舌头变得胖大 和牙齿挤压而形成的 二、看大便 如果你上厕所的时候 想拉又拉不出来 大便躺膝不成形 容易粘在马桶壁上 擦屁股需要用很多手指 这说明你湿气太重了 因为正常的大便 呈金黄色的圆柱体 排便会非常顺畅 这不是湿气仅有的症状 实际上 湿气对你造成的伤害 是全身上下的 你的健康 精神状态 容貌体型都会遭受巨大的伤害 只是你还蒙在鼓里 我知道你一定肯望成为 一个身材苗条 皮肤白细腻 头发乌黑亮泽 一整天都保持着精力充沛 身材奕奕的人 这是你渴望拥有的 你会发现 你身边确实有人是这样的 只是你 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仅仅因为体内湿气太重 这一切都被湿气毁掉了 湿气会让你发胖 而且是迅速发胖 原本身材苗条的你 因为中了湿气 于是 你有了大肚子 双腿水肿 腰身粗大 你用尽了十种减肥方法 还是没能避免继续长胖 中医上把这种现象归纳为 胖人多湿 湿气会让你容貌大为受损 你的皮肤变得又黄又粗糙 油腻不堪 毛孔粗大 满脸布满黑头 皮肤变得像豆腐渣一样 你的头发也避免不了 特别容易出油 一天不洗就脏的不行 中医上把这点称为 湿气易于基表 湿气还会让你精神为密 疲惫不堪 时常莫名的头晕 头痛 小腿沉重 四肢酸痛 你每天都会哈欠连天 咳水连连 更重要的是 有了湿气的人 就好像每天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一样 本来生活已经足够艰辛了 工作足够繁忙了 现在还要面对湿气的折磨 你变得更难受了 三伏天排湿排寒 一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 运动锻炼 热水泡脚 针酒 拔罐等方式 建议到医院咨询医生 然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一 调整饮食 在三伏天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吃小豆 绿豆 冬瓜等食物 能够起到健脾力湿的效果 有助于改善体内湿气重的情况 二运动锻炼 平时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运动锻炼 包括跑步 跳绳等 能够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 通过大量排汗 能够加快体内湿气 寒气排出 三 热水泡脚 在晚上睡觉之前 可以用热水进行泡脚 能够加快体内血液循环 并且可以促进排汗 加快体内湿含排出 四 针酒 通过针酒的方式 有助于疏通经络 运行气血 从而可以改善体内湿气 寒气重的情况 五 八 一般是通过负压吸附皮肤的方式 所产生的良性刺激 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通常能够起到通经活络 行气活血 消肿止痛 趋风散寒的作用 有助于改善体内湿寒重 所引起的关节疼痛 健背酸痛等现象 平时要注意改善居住环境 尽量保持居住环境清洁干燥 并免长时间居住于潮湿的环境中 请不屏